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病的发现很难 很多人他都是在后期 由于不愈什么的 怎么找不到原因 然后最后做了手术 开开肚子一看 有那门意味症 这才找到原因 当然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疼 这是大家应该注意的事 当然疼有多种 我们这里指疼的主要是痛经 就是来月经的时候疼 那么痛经 也不全是由那门意味症造成的 有的人从小一开始 刚来过一两次月经之后就开始疼 当然如果是第一次来月经就疼 通常是因为有些畸形 子宫和阴道有畸形 血都堵在里面出不来 但是第一次来月经就开始疼 那么如果是来过几次月经之后 开始疼的 那么这种人一般我们称之为 叫做原发性痛经 那么是因为一些激素的紊乱 特别是前列腺素合成的一些问题 所造成的 那么再大以后 那么这种原发性痛经到二十多岁自己就好了 但是如果是这种内膜意味症造成的痛经 就不会好的 尤其是到二十多岁以后 反而会增加了 会疼得更厉害 那么这时候就要怀疑是有子宫内膜意味症了 所以大家可能能够发现的这种早期的真相 就这个了 确实很难 有的就是隐秘的在肚子里其他很深的部位 或者在这根本看不出来 只有在做了充分的检查之后才能看得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